山海新南山经书 南方第二列山系的第一座山叫举山 应水从举山发源向西南流入赤水 水中有许多白玉和朱砂 山中有一种野兽 它的形状像小猪 却长着一对鸡爪 声音如同狗叫 它出现在哪里 哪里就会大兴土木 它的名字叫莉莉 我画的是山海经理的莉莉 它有猪的身体 鸡的脚 狗的叫声 它出现的地方就需要盖土木工程 我用铅笔给它描了个轮廓 然后就用马克笔给它上了颜色 我画的这个是山海新的莉莉 我先用鲜笔画的轮廓 再用白色弓线笔画的身子和头发 再用金色弓线笔画的它的脚 再用铅笔画的铅笔画 再用铅笔画的铅笔画